说你来开直播 就是我们打开加号键啊 就是等那一刻开始 我们才是真正学习这个开始 我们在线下你学的再多 你学的是理论知识啊 你没有实践来支撑 那是不行的 对因为你看我们在学校学东西啊 你在社会上 你还是要得去用实际的 还是要去实践的 所以你说如果你不打开加号键 以前我啥也不知道 朋友们你们不要笑话我 我第一次打开加号键 那时候我下播 我找不到下播键 家人朋友们你们不要笑话我 感谢牛铃哥啊 我找不到下播键 明明那里有两个大字啊 有两个字下播 我找到半天 因为很紧张嘛 新人嘛 新主播啊 又是第一场直播 人又多啊 然后又害怕 所以那时候挺紧张的 下播找不到下播键 感谢我的快乐大姐 咱们给快乐大姐点点关注啊 去认识一下 欢迎所有新进直播键的朋友们啊 咱们都 中午好 咱们干了打打打钢蓝 瞄准打干了 都去认识一下 是的 我第一天可紧张了 感谢周姐 咱们给周姐认识一下 下午1点20开播 大家都去认识一下 对那时候可紧张了 你知道吧 我第一天啊 周姐姐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那个福带金在哪 都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四波 然后我也没有老铁 啥也没有 感谢我九祥姐姐 咱们给九祥姐认识一下 欢迎大家 感谢周姐 我周姐要回关吗 要得给我打个药啊 要得给我打个药 我就给你回个关 感谢大家 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对那时候可紧张 你们知道吧 我人生第一场直播 我手在发抖脚在发 人家说的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真的是这样的 我真正提了 早上好 姐姐早上好 今天早上在我姐姐直播间啊 就是没有做到他的滚平数据 早上送我儿子去上学 然后又去买菜了 又去买菜 感谢大家 买菜回来了 昨天我老公用了 很多那个上班衣服 两三套上班衣服 恭喜 然后我又去给他洗衣服去了 没有 所以就有几个朋友在直播间 没有做到滚平数据啊 如果我在你们直播间 我不瞒的情况下 我一定会给你们滚平打个点赞的 因为我也是个不差事的 我需要你们直播间 我也想要报告我自己啊 因为我们来做直播 我们就是啊 你认识多少人不重要 其实我也认识很多大直播 认识很多千人直播 万人大直播 但是别人不认识我呀 那有啥意思呀 对 所以呢 我其实我 我也是有报告思维的 我以前不懂 那时候嘛 人家说隔寒如隔山 那时候不懂的 我们来做直播 要报告自己 对 后面我知道以后 我去了你们直播间 我也是带着目标去的 我到你们直播间 我也想要报告自己 想要长粉 是的 所以我们 只有你能报告你自己的 你在直播间啊 滚平打着点赞 别人才会 你才会交到朋友 是的 感谢大家 哎呀 这耳朵长这么痒呢 感谢我实战姐姐 给我实战姐 认识一下啊 哎呀 想整个整个那个棉签 是的 所以我去到你们直播间 其实我也想到啊 特别想到你们的直播间了 你的家人朋友 你的老铁都认识我 把你们的老铁都变成我的老铁 所以呢 我到你们直播间 我也想报告我自己的 感谢大家 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拿点鱼鱼跟着个 没没搞到 是的 感谢我的 夏天微风 欢迎大家走进小姨妈的直播间 我是一个聊天主播啊 是一个经验分享主播 对 我就是反正来这里看看直播的 来来这里聊聊天嘛 我看到很多人都来开直播了 人家一场直播能增个三位数事物啊 我的目标啊 就是能增个几十块买菜钱就可以了 对 大家说能不能啊 能的话给我打个能 不能的话给我打个加油 好不好 感谢我的乐姐 手播筹笔当中啊 给我乐姐认识一下 乐姐 开播了吗 乐姐 咱们是相互关注的一个好友啊 感谢大家 给我乐姐认识一下 对的 反正我看到很多人都来了 我在线下没有退路的 朋友们 在线下就是个宝吗 没有退路 感谢时代姐 可以拿时代姐 咱们宝宝宝妈不用刷礼物啊 来到我直播间 不要压力啊 不要压力 咱们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来这里创业 最适合会的 那咱们就是啊 给我亮个灯牌就够了 一点赞就可以了 感谢我小丸子 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小吃饭错过了 没关系 时代姐 没关系的啊 咱们啊 就是这个小子 小直播的直播间 没关系的 咱们小吃饭也没关系的 感谢大家 我这个账号就来念一念的 很优秀的一个来自管齐的一个小宝妈 特别优秀 啊也是一边带娃一边开直播的 因为我刷到了很多的都是咱们宝爸宝妈的 出不了门打不了功的 感谢大家 是的 所以我们来这里 反正开开直播嘛 得认真一点 朋友们 今天我刷到一个直播间 我刷到一个直播间 是我第一次进到直播间啊 它 也是个新号吧 应该是个老主播起新号啊 感谢我九强姐姐 可以呢 九强姐 对咱们一起加油啊 我不会放弃抖音了 我不会放弃的 朋友们 兄弟姐妹们 我在心下没有退路 我只能在斗老板这里好好上班 好好努力了 能斗老板这里上班了 对 我刷到今天早上 我快开直播的时候 九点多钟的时候 九点 九点四十的时候 我刷到一个直播间 她叫西西啊 她叫西西 她应该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老主播啊 她起新号 啊 她的直播间 我进去的时候 只有十几个人 她的那个粉丝 只有二三十个粉丝 然后呢 她的那个 就是灯牌 只有十个灯牌 感谢我的颜色啊 欢迎大家 但她那个账号挺好的 大白额都还没有出来 大白额都还没有出来 你知道吧 她算是几个粉丝开播的 然后呢 关注也只有几个关注 感谢我小丸子 但是她那个账号 你们知道吧 她在直播间啊 就是说话 说的也不特别好 就在读稿子 拿个稿子来读 她的直播间 流速可快了 流速特别特别快 你知道吧 特别快 我进了之后 只有十几个人 到我进去呢 不到二十分钟啊 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就叠加到了五十个人 她也没说讲呀 也没说 没讲啥呀 就在讲 哎呀 走我手播 在读稿子了 真的 我觉得账号 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这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要搭建 一个快推流的账号 你看她那个账号 推流特别快 她她左下角啊 一直在近人 你知道吧 而且她那个标签 也挺精准的 她要进去的时候 只有十个灯牌 但她左下来的人 都是一些 就是 就是比较精准嘛 来很多的 同名对标的朋友们 后面 当我出来的时候 她的直播间灯牌 有二十八个了 有二十八个灯牌 她的直播间 流速可快 那种事 她不是急速流 是那种正常流量 流速很快 左下角谁来啦谁来啦 就一直一直在 一直在上人 所以她那个账号特别好 她那个账号 百分之八九十 有起飞的 可能 有起飞 能起飞 她今天首播第一天播到 那时候我像我 去拿直播间 因为我快开播了嘛 对 然后她的直播间 不到五十个人在线了 她那个账号 推流特别快 我好久没有见到过 一个新人播的新账号 有这样的账号 好久 我最近见过两个吧 还有一个叫那个 嗯 徐美希 她也是个老主播啊 一起型号 她那个账号挺好的 她首播第一天五十个人 第二天一百六 第三天就两百多了 感谢我永远姐 她那个账号 她首播 她二播的 我进去的时候 是二播 三播 对 我进去的时候 三播 那时候她退流也挺快的 照天精准 因为我们的直播间 如果你的账号 感谢的小叔 你的账号标签精准啊 你来的啊 有同频对标的精准粉 也有饭粉 那我们数据做得好的话 老板会给你推流 朋友们啊 你们知道吗 我们啊 就是来开直播 你说我们的数据啊 不是人家说 不是五大数据吗 你们说什么数据最重要 很很重要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知道打都知道 可以打在公屏上 对我们的停什么流 那个数据很重要的 对 我实在解 哇 我实在解 我实在解 真的特别优秀啊 特别优秀 对 我们这个停什么流 这个数据挺住的 因为我们啊 等于那个推流机制 它是个有停流就推流 当然不是啊 你留住老朋友啊 你的那些老铁在你直播间停流 它会给你推流 我们是留住一个新人 它会给你推三个 留住三个给你推九个 所以我们的直播间 是要你留住新人 当然朋友们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去尝试一下 当你的直播间 有陌生人